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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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博士 马博士就哎 闻到我到说我 我说今天想聊聊赖昌星 我以为他这个香港人不一定知道 原来他还写过赖昌星的专注啊 对 不是专注写过文章 专注赖 写了一本百科全书 赖是百科全书 赖是百科全书 赖昌生百科全字典 对 也没有了因为啊 我觉得赖昌生的事情可以从很多角度看 政治可以看 商业的整个运作 不管台面台底的都可以说 那另外呢 从香港人的角度就是移民吧 特别最近赖昌生的事情 赖昌星 赖昌星的事情 赖昌星的事情 赖昌星 赖昌星的事情 就是说让香港人觉得说 移民原来是好像可以五花八门 什么背景都可以 然后我有一些朋友呢 坦白讲心里不太舒坦 为什么呢 他们申请移民的时候遭受很大的困难 只是因为小小的事情 比方说被当地的移民局指引 说好像你本身不是黑社会 可是你有朋友是黑社会 你跟黑社会的人交往很密切 然后这样也不给你申请移民 那所以现在他们看到这个赖先生这个案子 马上就说 你看原来那么有争议背景的人啊 也可以在那边工作 好像看起来有机会落地生根啊 这心里很不平衡 这最近因为我觉得我跟赖昌星挺有缘的 这么多年来做的单人的这个节目 最多次数的大概就是赖昌星 因为几年来从他第一次出事去讲赖昌星 然后不断的又每年都出点事 就是关于他遣返的事 每次就说最近最新的新闻 说是老赖心情叫做有保留的高兴 为什么叫有保留的高兴呢 加拿大给了他一个工作签证 这个工作签证呢就是一年一签 但是呢人家说了说这个也不表明啊 他就不真的不会被遣返 只是说现在还在遣返那个叫风险的评估当中 评估当中这个人还在加拿大呀 加拿大不是号称人权吗 那他是可以工作的吗 然后就给他这么一个工作 然后我是昨天看见亚洲周刊 一个人访问这个赖昌星 就感觉到赖昌星就有保留的有点高兴 而且呢 而且我觉得赖昌星对自己的挣钱能力啊 挺有信心 对 但他意思就是你给我工作的签证 我打工也行 我当老板也行 我相信 我在哪儿 我都能挣到钱 而且就是说那个 这个记者不是问他吗 说你这个案子 加拿大那方面也一直有很多批评 加拿大人就说你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老赖来了一句激愤了 唯一说到这儿有点激动 说我怎么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呢 是你们要告我 你们要不告我 我不会浪费 而且说我打官司的钱都是我出的 说是全球各地 经常有朋友来看他 这请客吃饭成千上万的钱 他都是我自个儿出的 来创造了整个经济活跃 带动了加拿大内许 带动了加拿大内许 怪不得加拿大给的工作机会 可是我觉得赖昌星啊 他最好玩的一方是那 就是说他这种移民方法呢 就其实对很多中国人来讲 是点中了一个穴 就是说他你只要是不法分子 你甚至黑社会 像我们刚才讲 像很多人说是黑社会 但是你到了那时候 你就用一个说法 把这些东西就能够全转变了 用什么说法就是说 我之所以被认为不法 或者是黑社会 对 没错 我是干过坏事 但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包装成 我其实很可能会受到政治迫害 然后呢再提一点什么呢 加拿大反对死刑嘛 就是中国呢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诟病中国一点 就中国是全世界死刑犯 处死最多的一个地方 就拿这一点来说 我回去会被处死 然后你老拿着这一点 那中国不是承诺不处死吗 没办法 因为你这个承诺也会陷入两难 什么两难呢 就是说因为人家就说了 你们中国司法不公正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拼命想证明 我们司法公正 然后人家就说你有死刑 我们就答应说 我们不处死赖伤心 好 问题来了 你省都还没省 你怎么能够就说答应不处他死刑呢 那不就反过来证明了 你的司法不是有问题吗 你审判前就已经知道 他不用处死刑啊 你懂我意思吗 这也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就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很多人就拿这个case 当做一个国际法上面 一个热门的一个讨论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国家 都在研究一个东西 就是越来越多这种跨国的案件 跨国的问题 是不是需要全世界的法 开始要有一些共通的融合的 一个倾向出来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问题老掉在这 要不怎么对接呢 怎么对接呢 所以香港 我说很多移民失败的朋友 不舒服就在这里嘛 因为香港你没办法说 我那个会 留在香港会被判洗刑 因为香港没有洗刑 他觉得因为香港没有洗刑 香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 太明显的政治破坏 所以他没有这些理由去申请移民 还有申请移民工作 不服气在这里 然后从另外比较认真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觉得说 那个人权保障的法律 就很有意思 好像很多证据已经很明显 说这个赖先生 我不管他叫赖昌星还是赖昌生 赖昌生 老赖 这个老赖做了什么样的事 只要就像文道所说的 你能够把他弄出一个 针对人权的说法就可以 反而我那些正正经经的 做事情的香港人 想申请就不行 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 制度的吊诡的地方 原来政治迫害也是优势 他们应该先回大陆干点坏事 带出去 大陆没有政治破坏 不是 我们正是清明的 但是我们现在 戴沙昌这个东西 对大陆来讲有个很坏的影响 怎么讲 他老不回来呢 就等于一直在给一些外逃贪官的 一个希望 就中国过去几年来 外逃贪官数字很多 带出去的钱很多 这个数字一直在飙升 我们一直在想 怎么对付这些问题 比如说有的就说 能不能够加强司法合作啊什么 但这又牵涉到你的司法 体制的东西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现在还出一种新招 你知道吗 就有的 我们国家现在是派人出去 是劝那些人回来 你知道啊 就派专员去 对 找到这些贪官了 劝你回来 我们保证怎么样怎么样 得用这个方法 我见过原来这个广东那个银行 那个开平直行 前后三个行长 贪了多少个亿吗 三个都贪 三个都贪嘛 回来了一个嘛 那一个是怎么回来的 就是说 他们当时是怎么出去的 就说要去美国 这个时候我发现太太的外交啊 永远是中国人当中很牛的 说怎么去呢 是其中一个人的老婆 也是跟这个美国的那个江湖上的人 有这种勾结 就说咱们呢 撒太太全改嫁 先跟老公离婚 撒太太全改嫁 跟在由那个组织在美国 我给他们找仨人假结婚 假结婚结婚 三个老婆先到了美国 然后那头再离婚 离婚这跟这头再复婚 这样就把老公 不也给弄过去了吗 但是当然有一个后来掉链子了 跟那个生了孩子 拒绝再跟他复婚了 但是就是说 回来的这位怎么回来啊 就实际在那边啊 就是惶恐不安 因为美家呀 他盯着你 其实你生活不自由 而且你那个钱往往都被冻结的 就是你你并用不了 到最后你看都沦落到到一个小镇 美国中部的荒凉小镇 夫妻俩在餐馆里打工 一打几个小时 实际上活得很惨 这个时候咱们国内来人 就能跟他谈话 谈到什么程度啊 他一见到这个中国公安部来的人呢 哭了 可见到亲人了 他就这样一种感觉 而且面对可能会解放的 总事情总要解决嘛 解决的一个机会嘛 对 我哭完以后跟你谈判 坦白讲 谈判也不是只有中国去做 很多的全世界的大的司法 还有一个程序上面说 认罪谈判嘛 在台湾就叫做认罪协商嘛 对 就说你不管把钱 能不能移交出来 有怎么样的惩罚 然后呢 也节省了公帑打关系的钱 时间等等啊 不会引起不安 所以这个程序也是对的 可以其实既然有大量的 假如真的有大量的贪官往外逃啊 我们也应该成立一个机构 有大量的游说员 对对对 找这些口才好的 没错没错 我可以承担这个吗 然后 是不是派我跟老赖交流交流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请广告之后见 下面文道再介绍一下赖的手段 其实老赖呢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标本 一个样本 香港很多那种出版社 不是出那种大陆出不了那种禁书出版社 很多说去谈它的什么内幕什么 我常劝很多朋友去看那些书 为什么你看那个书啊 你就等于很能够了解就是我党 或者是整个中国人做这种地下工作的一种模式跟方法 你觉得老赖是学这些东西的 怎么讲呢 比如说像老赖当年啊 他怎么去贪就很有意思 比如说他今天认识了一个人 他想跟他拉关系套近 或者甚至开始收买别人 他用什么招呢 第一招他总是先问别人 你身体怎么样 很关心别人身体状况 很关心你家人身体状况 从亲情下手 什么意思就是你 比如说你父母亲怎么样 哎呀老师有病治不好 我给你找个大夫怎么样 把你来送到什么医院 从这边下手 这条路要是不通的话 然后还有什么路呢 就来色诱 色诱 对 找人来色诱 对不对 那有时候呢 很好玩的地方在哪 他终于给他遇到过有一个官呢 就是很多人都被他搞定 但当时是有个官 他用什么招都弄不弄不下 拿他不下来 最后他出了一招 这招可狠了 因为那个官很清廉 不好色 身体很好 不贪钱 就爱一个东西看书 就看书 这不跟文道似的 对对对 就爱看书 他用什么方法能搞定呢 他也有方法 他就找来了一套 不晓得是什么版的知智通鉴 我 现装书 很贵的 一整套几十万 就送了给这个官 这官这下拒绝不了了 哎呀这好书啊 留下来 后来呢 赖昌星案爆发之后呢 这个官被制贪污罪 就是那套书 哎 你看好哪口 你就在那一口 他就永远能够找到你的弱点 那我觉得这种手段啊 赖昌星当然是可以是自己看书回来 也可以更简单 看一套酒上共和 我在酒上共和里面啊 其中有个情节就是这样啊 反正有个人就要去找个官 帮个忙嘛 找个大官 他就是这样 不爱钱 对 不要钱 不要思 怎么办 无从入手 然后人家就提醒他一句 人啊总有个弱点嘛 他爱民嘛 可能呢钱不爱 通常钱不爱思 不爱爱民 然后就跑去找老翁 对 然后替他弄那个书法 那父亲什么种种的展览 结果就成功 对 所以我觉得赖昌生啊 当然一定是在家里呢 看完走向共和就开始 那时候还没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编剧是他 我 原来是向他取经 我上次碰见一个古董行的一个专家朋友 他就跟我讲去过很多领导的家里 现在很多领导很雅呀 专门整整一间房子 名人字画 都是什么 结果他讲了一个你想不到的道理 他说什么呢 我去过 越高的领导 全是假的 嗯 你明白什么意思 越低的你这个人呢 你他的这些个古董啊 可能还是真的 嗯 他说我我说这怎么回这怎么会呢 嗯 他说呀那是最后一一手 嗯 比如说这个这个咱就说很高级的到达很高级的领导 嗯 第一对吧 送到他这的东西他不会再拿去送人了 就在这 嗯 第二他就很很很很典型吧 他像我们这样的 说到领导家里去领导秘书说 我们领导收了这么多 嗯 你们给看看拿出来一个是假的 拿出来一个假的 可是呢领导说怎么样啊 你还不得说好吗 嗯 哎呦你赞的你都有 是吧 董奇昌的 好啊 你敢说假的吗 说不定领导喜欢呢 嗯 但是为什么那些这中等的干部 倒还有可能有些真的呢 因为他们是为了拿去送人的 嗯 这东西要是假了 送到那边不得罪了吗 嗯 就我们河北曾经出过一个那个秘书吗 大秘吗 叫李珍吧 嗯 到最后就是两间屋子 嗯 就是古董文物 他的那个脏品脏物啊 就受贿的这些东西 展览嘛 嗯 然后专家一看 满屋的满屋的 没一件真的 全是假 你说被这个冤枉死了 收了一堆假东西 哈哈哈 这现在中国的国内这个文物 这个这个拍卖市场 我不敢说有有多大的份额 但是相当一部分市场混乱 跟这事有关系 嗯 买来送你有些 这叫亚亚腐败吗 亚腐败 对那个我们看那个高阳的湖水 湖水盐 湖水盐 里面也写了很多这种情节啊 他甚至不用拿去送了 他知道这个领导啊 几乎有一种默契 我要那个反正讨这个领导 欢心嘛 然后跟他讲一下 那边的古董店 有个好东西 然后那个第二天领导自己去 或者派人去 然后他可以去那边那个店 很低廉的价钱 要买回好东西 中间的差额 这是我来补嘛 我来补给那个店老板 那个很多那个很巧妙的 的确可以成为一本书 所以老赖在那边啊 其中一个工作就应该写书了 写书 真的 他还不写书 他在那边先推广一下 我们这种博大今生的中华文化 看用这种方法搞不搞得定 你们这些傻傻加拿大人 人家老赖在加拿大说能挣钱 问他干什么 人家说 就干这些 他不是干这些 他说我最擅长的还是房地产 这方面我有经验 现在我一弄房地产一抓就零 你就可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就有人说这个艺人得到鸡犬升天 其实呢 艺人完蛋呢 这个有关系 没关系的人也都给牵扯一大堆出来吗 不是 这回赖昌星啊 就是我看下这时候看那个采访 还特别为一个人那个名冤 就是他出事的时候 后来不是说传闻 跟这个某位女歌唱家 这个有什么财务上的一个一个关系吗 买房子什么的 这回赖昌星还专门讲这问题 就是听说这个又又又出来唱歌了吗 赖昌星说就是嘛 说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赖昌星的解释非常有意思 说我是个没文化的人 人家是歌唱家 我没有什么关系 他就是买房子 就是可能一时比较紧头寸 我借他笔钱 最后人家也还给我了 为什么把人家也牵扯进去 这叫道义有道 但是问题是这种人啊 比如说从中国历史上看 就是刚才我们说要懂完这种招的人都知道 万一自己也出事的时候 这些话他绝对不会一次全说出来的 就比如说 你说他还有多少条线 多少把柄 他肯定都先留着 以备不时之虚嘛 而且你说不说出来看是谁说了 他当然不会对亚洲就该说 可能他早要对透过一些管道 对不同的包括国内的包括加拿大的 可能他有把一个故事 他的说法讲出来 可是无论如何 现在你说他获得工作证 我觉得更有趣的 还真的是他要做什么工作 像你说他说房地产 我觉得政府加拿大政府 美国政府英国政府 应该跟他们请教 甚至跟一些可能关在中国的 在房地产的 案件的高官 前领导的请教也可以 看怎么样救这个金融海啸 是是是 老赖那边有招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一定一定 甚至我们可以提前放他们出来 去华尔街 帮忙帮忙 就是 对对对对 美国也省了那些钱 你说这种吧 我有时候我很幼稚 我不理解啊 就说咱就不说老赖 就说你刚才讲很多贪官 咱不说外逃 前一阵我在香港报纸上 看见金巴布韦 那个总统吗 他的他的太太 有名的花钱王啊 采购狂啊 然后跑到香港花钱呢 他在香港买了几千万的那个宅子 对哎呀 我就挺难理解 就说这种人 呃 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 这个总统 据说还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领导是 领导人民独立 就特别让人感慨 领导人民独立 这么有威望的一个人 可是你就国内民不聊生 到现在通货捧场率百分之两百多万 对 对吧那个那个 你这么一大堆钱才值一美元吗 就是 而且呢还有呢 那个他太太啊 他国家那么穷 但他太太永远只穿那个意大利 那个牌的Fairgamo的鞋 记者问过他 为什么你国家这么穷 你还能穿这个鞋呢 他说因为我的脚特别小 只能穿这个牌的鞋子 这就干脆珍珠肥 而且他在香港还打记者 就香港有一些 他的保镖嘛 对他的保镖打记者 他自己也动手打了 嗯 打记者打到了那个 他的有个钻石戒指 那钻石很大嘛 对吧 然后把那个记者脸给划伤了 钻石多硬啊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他的女儿呢 上港大 然后呢 也被记者追踪嘛 然后又被保镖打嘛 所以在香港呢 现在很麻烦 他是一个国家元首的一个家人 我们也拿他没办法 金巴布韦国母啊 对啊 但是问题是这个东西 他这个问题 对中国来讲也是背后的一根刺儿 为什么呢 因为金巴布韦这个穆家贝啊 其实以前是民主英雄 国际上很受欢迎 但是他一搞定了之后呢 他就在位二十多年 永远下不来 而且呢 把反对派有的拿去抓 有的拿去消失掉 什么的 民不聊声搞的 所以这时候很多国际压力 但是问题是呢 在国际问题上 中国对非洲的态度一向都是 我们不要干涉人家内政嘛 然后呢 外国就常拿这个事来说话 而且现在这个穆家贝 他家人干脆跑到香港来了 啊 那么来作为作福 大家也拿他没办 我就觉得你说这个 就像这些这些国家 都饿死了这些人民被屠杀 被什么哈 他们是不知道啊 就是他们的领导人的家里人 在遥远的地方这么花钱 哎呀你包括你今天讲一下查维斯 北内加拉那个 我最近讲 就说还是英雄嘛 是革命英雄 怎么到后来都那么不靠谱 就自己又终身制了 现在就我永远 我永远都是 哎呀我就觉得挺 那他们呢 我觉得有一个蛮共通的逻辑的 就是觉得说第一个 他的功劳比他的罪过大 那这个一点钱嘛 你说四千万港 四千万港币要房子 他们觉得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哈 拿就算他拿个几千万没什么大不了 他领导我们独立 对啊解救了你 他欺骗很大 英国美国请他下台 他讲过一句话那时候 只有我的选民我的百姓有权力 来决定我下不下台 你们闭嘴 讲这种呢坦白讲 就给他的国家的人民啊 在整个所谓的全球的霸权里面啊 抬高了尊严嘛 对对对抬高尊严 跟你什么事哈 我们自己的事情哈 所以说这一点感觉呢 会令每个地方啊 就是领导啊 还是一个振振有词啊 我才做一点事嘛 我就觉得你说这个该怎么评价 就有些激弱的小国 这些国家确实是这样 说需要个强人出来 这强人能给我们长面子 养我郭威对吧 独立了 可是他他要同时也有魔性的 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 通常一般都有 对吧 因为这种强人型人物呢 都是很有毅力 他毅力那么坚定 是因为他野心也很大 战斗性很强 野心很大的话呢 他的欲望也很强 对 所以他一霸入了这个国家 就被窃活了 就是 他窃活的时候呢 但是他都这么想 有时候他能够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1010 1515 21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